哈喽 大家好 我是阿航 最近呢 收到了很多网友的私信啊 都说这个阿航呀 苹果的资源机能不能买 其实我觉得的话 能不能买 主要就是两点 首先就是质量 第二个价位 华强北的资源机有成千上万台 它是怎么来的呢 有人说是工厂的一些啊 不合格的瑕疵品 也有点说是这个 苹果官方的14天无流推过的 但是的话 就算是这两种加起来 也不足以支撑华强北这么大的需求量 据我所知华强北的话 每家档口优越的话 都要卖几万台资源机 你工厂瑕疵和退卦的话 当中能多少台对不对 远远是达不到这个数量的 这怎么来的话 咱们就不做过深度的研究了 这的话对咱们来说没有什么意义 咱们走在我就它的质量到底行不行 这个话咱们要去华强北的维修档口去看一下了 真的是修不完的资源机 搬不完的板 有些主板的话 甚至比那种官方机的主板还要差 就算是斑板也不能解决 直接就是报废 凡是做手机时间比较久的都知道 这个资源机的收获率是要比正能器的话要高了很多 现在的话咱们家里面都还有两台都是资源机 撤给的宣布死亡了 无法挽救 都是些主板的大问题 是修不了的 只能去换主板了 话都说回来了 手机的话的毕竟是电子产品 是吧 会不会坏的话 没人会保证的 就算你去官方买一台全新的 带一年联保的他也有坏的 而且的话坏的也还不少 这就是干的产品的不可预估性 一台iPhone12现在的话 某多多平台加上百亿股片 一台全新危机国带一年质保的 也才不到5k 现在的话一台资源机128g的华江北新货价格应该在4.34左右吧 加上背包客的一个费用 咱们到手的话也要4.56了 差价的非常非常小 你会为了省了几百块钱去买一个资源机吗 现在为什么这么多人在卖这个资源机呢 不管是各大平台还是背包客都是推的非常的火爆 无非就是两点 首先的话 货源非常的充足啊 不管是 特别是iPhone12以上机型12pro12普通mates 各种内存 各种颜色 市场的话是大把抓 成千上万台 有个用单 马上就去拿拿去发货 货源是不用发愁 货源充足 给他这个品质 基本上都是充心机充电几次的 电池还是百分之一百没有损耗的 而且我那个价位就比你二手机稍微贵了那么一点点 可能不香吧 是不是二手机的价位全新的一个体验 可能不香吗 是吧 可能呢 又有人说了 卖资源机的话 利润可能非常高 所以的话都会退掉资源机 其实的话 资源的利润并不高 一台的话也就两到三百的一个利润 这的话 所有的应该都知道 真正赚钱的话都是一些幕后操盘手啊 到一一批货 那才真能赚到钱的 像飞扬的我当狗和背包客 都赚了一个皮毛而已 那么这个资源机到底是能不能买呢 欢迎发表一下你们自己的看法吧 我该说的话都已经说完了 好 今天视频的就飞扬这个了 现在的话咱们去华江北淘机器 go 不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